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最新统计 2014年我国全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为23.351级瓦 是全球风电增长最快的国家 随着风电机组技术逐渐发展成熟 路上风电机组的容量已经发展到1.5兆瓦 2兆瓦 3兆瓦 机舱及塔桶的重量有很大的增长 与此同时 风场集中在三四级丘陵及山地风场 道路的开山成本高 坡度大 三一重企根据现有风力发电机组的吊装要求 集合了现有吊装机械的优点 研发出专用的风力发电机组吊装起重机 SSC-1020 相对于传统的风电吊装起重机 SSC-1020及汽车起重机的灵巧 与履带起重机强大的吊载能力于一身 作业效率更高 安装与运输成本更低 性价比更优 作为全球首款全路面专用风电汽车起重机 SSC-1020采用全路面八桥底盘 独特的力柱加起重臂双伸缩臂结构 最大起重量达105吨 起身高度达95米 全面覆盖2兆瓦风机机舱吊装 部分覆盖2.5兆瓦机舱吊装 相比于同其他设备 SSC-1020对安装平台的场地面积要求低 大大降低了三四级封厂的前期基建费用 SSC-1020具备五项技术先进与创新 申请专利14项 其中发明专利7项 获得2013年三一集团十档明星产品 2014年科技进步奖 湖南省首台套中国工程机械年度产品 Top50等荣誉 创新一 世界首创的整车机构形式 全路面八桥底盘 独特的立柱加起重臂双伸缩臂结构 双转台结构 双拉板平衡装置 辐射式可折叠支腿结构 各部件结构形式新颖独特 实用可靠 创新二 底盘行驶性能更好 SSC-1020在八桥全路面 起重机底盘的基础上 采用六桥驱动 增加了由上车提供动力的两个辅助驱动桥 保证在整车带上装的基础上 实现30%的爬坡度 极大的提高转场速度 整机宽度3米 转弯半径R14 相比同等蹲位的大型起重机 及鱼带吊具有较好的道路通过优势 完全可以满足现在国内二三级山地封场 道路宽度窄 拖度大的要求 创新三 工作效率更高 整车由非工作状态转至工作状态 用时更短 更便捷 整车机位间转场 仅需拆卸105吨配重 最快六小时即可完成收车 转场 支车 一个完整吊装周期 仅需1.5天 创新四 运输成本更低 引配重少 无需塔壁辅助 SSC-1020 仅需要一辆主机 五台平板车 即可实现全部公路运输 相比铝带吊集同等蹲位起重机 公路运输成本更低 厂内转移 仅需拆卸六块配重 整车可带各部件 进行厂内转移 大大降低厂内转移运输成本 创新五 风机吊装能力更突出 SSC-1020 可全面覆盖2兆瓦风机机舱吊装 在主臂14米幅度的状态下 可直接起吊部分2.5兆瓦机舱 对安装平台的厂地面积要求低 大大降低了三四级风厂的前期基建费用 每一轮朝阳升起 每一颗流星悄然隐没 每一次无声的坚守 都迎来客户最热情的佳面 为风而生 向风而行 助力中国风电发展 SSC-1020 为中国制造代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